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饼妹 饼妹今天教大家制作绸缎大饼 绸缎大饼怎样制作,凉了不会硬,层次分明 下面饼妹就教大家开始制作 首先咱们说和面 一斤面击凉水 和好的面醒半个小时左右 这个时候的面最好用 咱们取一块面剂子给它擀成一个长条 擀得薄厚要均匀 手法就照视频上这样就可以 咱们给它中间擀开 然后往两头擀 擀得一定要薄厚均匀 薄厚均匀了 然后做出来的那个层次才是一张一张的 下面咱们给它刷上油 油的话就是热油炸面刷的油酥 然后根据自己的口味添加适量的盐 下面咱们叠剂子 叠起来一层一层的 宽度就是四指宽就可以 咱们给它叠起来 叠起来一层一层的 然后做出来的饼呢 也是一层一层的 这个是一绸段大饼 主要的大家看这个收口啊 收口一定要收紧 这个口收紧了以后 两边不漏气 做出来的饼才会起大肚子 然后层次才会特别好 做好的面剂子 咱们给它醒五分钟再擀 这样擀的话 那个比较好擀 不容易把那个层底擀没了 擀的时候大家记住哈 一定要轻轻的擀 给它擀到薄厚均匀就可以 翻个个再擀 两面擀 擀得才均匀啊 一定要两面擀 擀得才比较均匀 然后咱们上锅 锅温是上下200度 锅温上下200度 干锅上饼就可以 干锅上饼就可以啊 盖锅两分钟 刷油翻个 然后再烙制一两分钟就可以了哈 切记不要烙的时间太长 你看咱视频上这样 做出来的绸缎大饼 个个都起大肚子 然后凉了也不会硬 层次还特别分明 这个在那个家里自己制作 可以当主食 也可以加菜吃 好 感谢观看